来关注嫦娥6号的消息 25号下午 嫦娥6号返回汽准确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岐预定区域 晚上7时30分 嫦娥6号返回汽由公路转运至朱日河机场 26号上午 嫦娥6号已经空运至北京 26号下午 探月工程嫦娥6号返回汽开舱活动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 为嫦娥6号任务工程实施阶段画上圆满的句号 上午 嫦娥6号返回汽通过空运方式 运离北京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并举办了开舱活动 科研人员对嫦娥6号返回汽进行开舱 检验关键技术指标完成情况 我现在就在嫦娥6号月球样品开舱活动的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嫦娥6号返回汽进行开舱盖 整个过程会分为三步 开舱盖取样品 保存交接 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50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月球样品从返回汽中取出 在密封罐中保存的就是嫦娥6号在月球背面 通过表取和钻取两种方式获得的珍贵月球样品 在现场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地面应用系统 探测器系统代表亲属了交接书 并按计划开展后续的样品储存 分析和研究相关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